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首相約翰遜 在星期三的時候宣布了 說所有BNO護照持有人 都可以前往英國定居 而且當住滿5加1的時候 更加可以申請入籍英國 當然不少香港人都感到非常欣慰 但同時也擔心 這樣的安排 豈不是會令那群藍絲和警察受惠 於是有人向英國政界反映這方面的意見 到昨天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 作出回應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到底裴倫德是何許人 他有什麼架勢堂 為何他的意見值得被重視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何君妖曾經被人痴奪 他的安德里亞魯斯金大學 法學博士銜頭 背後的推手 正正就是這位裴倫德 當時他還曾經預告過 說將會推動痴奪 林鄭劍橋大學榮譽院士銜頭 裴倫德在Twitter上作出回應 他就說他們都不想見到 那些親建制的奸細 是受惠於BNO的計劃 他們將會倡議 將這班人 從最新的BNO移民計劃當中 淘汰出來 因為他們毀壞了香港 或者會對英國構成安全隱患 英國的議員們 已經致力於實現這個目標 看來他們是打算 想建立一套專為移民而設的 政治背景審查制度 我實情覺得這件事 都是好事 而且這些東西 完全是英國主權範圍 是可以管轄的 不需要其他國家說三道四 下更何況就是 既然有些人嘴裡 經常叫愛國的時候 就無謂去英國定居 做人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知行合一 既然叫住是愛中國的 就應該留在中國的地方住 那就最適合了 抱持著這個看法 不僅是我 連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 蔣麗雲也有類近的看法 他跟明報的記者說 以前的人拿BNO 是為了旅遊方便些 但現在特區護照 都有同樣的功能 BNO只是一件物件 不是一種國籍 他就說 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發現 始終要在自己的地方 才可以在平等的權利之下 發展事業 他還說到 說處理國安法的官員和警員 是不應該 也沒有需要為BNO續期的 蔣麗雲就反問他們 如果你繼續拿的時候 你的內心意圖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簡直是聽到 拍案叫絕 嘩! 蔣麗雲也有聲 說得好 沒錯 既然你是官員和警員 為什麼還要拿BNO護照呢? 外國就要怎樣? 要知行合一 就不應該說一套做一套 就不應該揚奉陰懷 要拿的 就拿特區護照 BNO護照可以 可以消毀它 註銷了它 不只是在鏡頭面前 剪角 或者撕爛它 甚至乎是用火 來點燃它 燃爛它 是沒有用的 最重要是什麼呢? 這個BNO護照 其實是可以 永久這樣註銷的 拿份表格 交回到英國內政部 跟別人說 你Denounce 這個國籍 或者這本護照 就可以永久 就是擺脫BNO的 最重要一定是這樣做 你不可能做口頭派 嘴裡叫愛國 實際就想定怎樣交腳 這樣你就很便宜 愛國就應該要以行動來證明 這幫人 是時候要有些付出 愛國不只是在嘴裡說 或者批下五星旗 甚至乎連國歌都不懂唱 唱不好 這些人 完全是借著愛國 來賺錢賺好處 過去這十幾二十年 出現了太多這些人 包括那幫在大陸 混合得風生水起的 香港藝人 就是這些人 喊愛國你懂得多少 也不要說中共的黨史 或者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這麼高深的事情 只說毛語錄 都背重不出半句 革命歌曲都唱不到兩首 這些人叫什麼愛國 才可以 到底你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人民幣 這幫人自己心知肚明 既然這些 特區官員和警察 這麼愛國的時候 不僅是BNO護照 不應該續期 如果是領有外國護照 如果是西方文明國家 五眼聯盟國家 應該是直接註銷 不要要 取消這個國籍 這樣就最好了 還有 不僅是你本人 因為現在約翰遜說明 說BNO的配偶 都可以享有這個優惠 麻煩如果你老婆 擁有BNO的話 麻煩叫她取消她 這樣才是真正的愛國 這次是蔣麗雲說得沒錯 千萬不要口中喊一套 行動上做一套 這些行為 連毛主席也鄙視你 是口頭派 故此 如果英國真的設立一套 移民的背景審查帝道 絕對是一件好事 第一 可以避免那些離岸愛國者的出現 既然有些人 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 無謂讓自己這麼難受 走去一個外語的國家 天天對著那些外國人 然後 心裡其實是非常惦記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 每逢十一拿著五星紅旗出來揮舞 唱義勇軍進行曲 你何必要去英國老院做這些事呢 既然都是不認同普世價值 以及不認同英國的核心價值 對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理念 又沒有向往 何必這麼辛苦自己走去英國呢 不如就放棄了這本BNO吧 更何況就是 去到當地定居拿到投票權的時候 又想去投回那些 親中的議員、親中的政客 無謂的 親中的香港大把 有民建聯、公聯會、經民聯 大把政黨還有葉劉的新聞黨 大把都可以選擇 所以是不需要去英國的 以前清朝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來鄉別井呢 正正是因為那些客家人 那一塊耕地 根本上養不到這麼多人 於是 甚至乎要被拜豬仔去到舊金山 去到夏威夷 火爐老老的樹 走去做苦工、做礦工 但是那時候又不同了 已經進入到二十一世紀 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中國人民富起來了 不需要再養洋人的避息了 那你為什麼要去英國住呢 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了BNO護照 沒有什麼成本而已 當初你去申請 無非就是填張表價交千多元 最多拍張職有的相片 這些已經叫做sunk cost 在經濟學上的術語 這些成本已經過去了 不要緊,放棄了它 最重要就是愛國 第二就是 批准這些人前往英國定居 某程度上也跟這個政策原意違反了 為什麼英國說要給BNO護照的持有人 及其配偶和子女去英國定居呢? 他就是擔心國安法 是會影響了這些人 是會對於一國兩制構成了違反的 既然這些人就是藍絲、警員、官員 他們肯定不會認為國安法是影響了一國兩制的 這個時候又何必去英國呢? 這些人照計就連保險也不用買才對 為什麼BNO呢? 既然你要對祖國有信任的時候 你這樣做 豈不是質疑中國可能會違反一國兩制? 豈不是質疑國安法會對於自由、人權等價值有所影響? 如果你認為沒有影響,千萬不要做 正如蔣麗雲議員說的 你繼續拿BNO 究竟內心的意圖是什麼呢? 第三件事就是 到底如果英國真的搞一套背景審查制度的時候 他具體應該要做什麼呢?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就不懂 但是 如果有些藍絲真的遭到舉報 向英國內政部就說他 曾經在某某社交平台發表一些違反英國核心價值的言論 我覺得他們也要向英國移民觀解釋一下才行 到底為什麼當時會有這番的說法? 然後又去英國的說定居打算 一定要說清楚 否則英國引入這麼多這些人 都是正如培倫德所說的 是會構成一些安全的隱患的 你不認同別人就去別人的地方住 這件事是很矛盾的 你不認同他就不用去 你只要留在原居地就可以了 另外 約翰遜也說明了 五加一的 最好在五加一的期間 都要對於這班人持續去監督 究竟他們會不會在生活上 有什麼行動或者行為 是違反了英國的核心價值 如果有的時候 就應該考慮對這班人予以遣返才行 無謂逼他們要在英國住這麼慘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